好 感谢主 感谢主 好 我们做一个祷告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谢谢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是我们天父的 是我们的最亲爱的阿爸天父 天父上帝 谢谢你 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愿意把你独生的爱子 主耶稣从荣耀的天上 差遣来到这个卑微的世界 主耶稣愿意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 来到我们中间 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夺人的赎价 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凡信靠耶稣的罪得赦免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并且领受将来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的盼望 并且领受将来要与耶稣 一同作网的盼望 也这个时刻领受了你所试下的圣灵 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圣灵是真理的灵 圣灵是能力的灵 圣灵也是圣洁的灵 当我们信靠耶稣的人 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 因为圣洁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愿意来追求认识真理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我们这个时刻求你是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可以争执到你 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 愿天父上帝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建立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 至高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当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就马上联想起我那一年来美国 我在马来西亚 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想大概可能十四五岁吧 我在美国的叔叔就说 你以后长大 中学毕业要来美国 所以我从少年的时候十四五岁 就有一个美国梦 我想大家都希望美国 那个时候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美国梦 美国就好像是一个天堂对吗 大家都想来美国 所以我就从小 从中学的时候就想我要来美国 所以我就好好的读英文 每天都学英文的语言 然后试试讲英文等等 我感谢主 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我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我现在可以讲感谢主 是因为上帝都知道我的生命 那我就在中学毕业 我就拿了不错的成绩 我就跟我的妈妈说 妈妈 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哇 我的家庭不是富有的 妈妈为了要供我在美国读大学 她就跟左邻右舍亲朋就借钱 那个时候前后都借了大概马币一百多钱 八十年代一百多钱是很多钱的 那个时候 那我就 就是我从小那个美国梦 1985年终于失线了 我记得应该是5月31号 我坐马来西亚的飞机 应该是在日本吧 我停在日本 然后就飞来美国 然后没来美国呢 我就开始我的美国梦了 对吗 我进来美国了 我就看看 因为我来美国 我说我要拿一个博士学位 我要拿美国功名 我要赚大钱 特别我的名字叫料红图 大展红图 每个人都用我的名字 都没有给我那个板钱费 大展红图 红图大展 我就是那一种 我自己也很自信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所以我就看 我来美国 我要赚大钱 我就当时看 我来的时候 我是读那个computer science 我当时电脑刚刚开始 大家都在学电脑 后来来美国发现 原来美国人人都会电脑 我就读看 美国读那个电脑 我看一下 这个每个月出来 可以赚两千美金 那是很多钱的 一个月赚两千美金 后来就读完了 我的computer science 读得不错 拿了很好的成绩 我就转到 那个时候我在纽约 州立大学 一个小的一个college 后来我转到Buffalo Buffalo 州立大学 苏尼Buffalo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uffalo 在那边 我就在那里 我就读我的 我说 电脑才两千 那时候千千块很多 但是因为我来叫赚 我就转去 那个electrical engineer 就是电机的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 electronics 那electronics 当时是很流行 每个月赚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多少钱 八千 哇 八千了 就发了 三千 至少多过那个computer science 两千 我90年就毕业了 我那时候来的 我去做工赚 一个月三千美金 那个是多少年前的事 三十多年前的事 我现在如果 我说我继续去赚钱的话 我可以相当清楚 在我可能现在是千万富翁了 我是很有自信的人 我可以读得不错 感谢主 但是呢 往往上帝 他说你的美国梦 太小了 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天国梦 天国梦 比美国梦 美国是一个国家 天国是整个宇宙 上帝要有天国梦 他给我给你 我怎么得到这个天国梦呢 那我就是在1987年 我就去了教会 我的家 我是来自 这个我们 在马来西亚 都是拜拜的 我们都信道教 什么教 没有信睡觉 我就听什么教 什么教都有 还有拜什么功 什么功都有 那我是基本上 我都没有听过耶稣是谁 马来西亚我没有去过教会 我就来了 去了那水牛城 在那读大学 哎呀觉得很孤单 来着没有朋友 没有多少 那我就去大学的团契 我就在那里 人家就开始送给我圣经 我第一本的圣经是英文的 那一本圣经已经列成三半了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读圣经的人 后来我就谈话短说 八八年我就信了主 二月底 然后二月底 我信主之后呢 我的师母 教育的师母 他说 红图 你要写要洗礼吗 我说我一定要洗礼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不要洗到礼 哎呀就挂了一个牌 我拿了一个身份就走了 我说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后来教会就给我上了洗礼班 一个月 从此呢 我就开始爱上了圣经 这是我洗礼 我的母会在水牛城 这是我洗礼的时候 送给我的这一本圣经到现在 三十五年了 所以里面有些已经 那个已经烂掉了 所谓烂的就是列了 然后这个是我的师母 送给我的这个cover 所以我的师母 三十多年前 我们在芝加哥读神学的时候 她买这个送给我 这个已经烂烂了 但是烂了 你说这么烂的还哪有 这个情 最重要是我师母给的 这个是我的母会给我的圣经到现在 所以从此呢 我读圣经呢 就好像吃东西这样 我把读圣经当作是我的嗜好 所以我从今 我说我要做基督徒 我就要做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上帝就呼召我 他说 哇你这么爱读圣经 我就拆迁你去神仙读 所以我从来没有做过工 我也没有赚三千块 我就被上帝邀请去 那个神学院读神学 1993年毕业 我就回去马来西亚 你可以想象 我来美国85年到93年 我在美国住了八年啊 上帝说 我很喜欢美国 非常喜欢 但是上帝说 你要回去马来西亚 我要拆遣你回去 你是马来西亚人要回去 那我就顺服了 我就顺服就回去 我虽然不能留在美国 但是上帝有祂的办法 我在马来西亚 25年 幕会 然后教神学 2019年就来了 我来的时候 我就有green card 为什么我有green card呢 因为我的师母 跟我在芝加哥结婚的时候 我们的女儿就生下来 在30年前 我的女儿在芝加哥生下来 我现在的女儿 现在住在布克林 她是美国公民 上帝呼召我们 2019年重新回来美国 她说你的美国梦还没有完 你的天国梦 所以就回来 2019年 就回到这边 我来到这里 所以 我就想到大家 我85年 我在纽约街头 我来纽约住了 前后半年 我做送外卖 现在送外卖比较 我们以前骑脚车的 天气冷 我知道 我们打工赚钱 我全部都知道 你们可能现在走过的路 我以前都很辛苦 我们在街头 跟人家比 很多很担心给那个车 有些送外卖的人给创死的都有 我们也很担心 我们送外卖的人 很多人要打抢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钱 在普代里面 我们出去 收这个 换的时候 就放钱 他们喜欢打抢我们 因为我们身上有几百块的 通常 在做送外卖的人 会有的 感谢主 我在纽约 我曾经被人家打抢过两次 有一次台点被人家打死 我上帝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 上帝保守我的生命 我纽约我知道 我骑脚车 从明天灯 从上走下 走上走下 我纽约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三十多年前我就来了 不过上帝要我回来 在这里 现在不是美国梦 现在是天国梦 我现在走三十五年 我很开心 到现在都很开心 我可以跟你讲信耶稣 没有信耶稣的 我是很难想象 他们想过他的日子 我信耶稣的人 我开心到现在 而且还继续开心到 要等耶稣再来 感谢主 简单给你们讲一下 大概你知道我来的 原来廖牧师 是这样子的来的 我们不是那种大富贵的 我们都是打工仔 从那种很辛苦的开始 我感谢主 上帝没有忘记我们 我想你们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里来到这边 来到教会 来学习 我希望 我的精神 要做基督徒 就要做一个什么 什么 没有听到 刚才你们睡觉 我刚才讲 我要做基督徒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真基督徒 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所以我认真 我信了主之后 我每一天花 可能大概有两个小时 读圣经 我大概花 大概一两个小时 祷告 那是我信主之后 不是哪个圣经 放在那边 当作博物馆 这样以后送去博物馆的 我读到我哪个 第一本圣经 烂掉 为什么 因为我每一天群读 我就来读 感谢主 好 我们就接下来 跟大家来分享 在上个礼拜 这个 对不起 OK 那这个我们 我们快快带过去 这些都是我在上个礼拜 讲的 上个礼拜呢 我讲就讲了一半 都还没有讲完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 继续这个 启示录 那大家简单的 在这里给大家看 这个 如果你可能有些是新的 这个 启示录呢 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的书 最后一卷的书 也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就是 启示录的语言的 要应验了之后 耶稣才会来的 所以这个是在 祖后的90年 耶稣的一个 很亲密的门徒 叫耶翰写下来的 当时写的时候 是基督教 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写下来的话呢 就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 我们学习圣经 是为了要遵守圣经 我们不 如果你不要遵守圣经 你就不要学习 因为很危险 因为将来在天上 上帝审判你 这么我告诉你 这么多经文 你读了又不熟 所以我读圣经 是为了要遵守 如果我不遵守圣经 我就不要读 我是抱着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学圣经很快 上帝知道我这个人 他知道我不但要学 要遵守 所以我要遵守上帝的话 所以这里就已经讲了 念这书上一言 听见又遵守的人 所记载的是什么 有福的 如果你听见又没有遵守的话 你会有福吗 不会嘛 对吗 你要福的话 你一定要听见要遵守嘛 你不但要听见 你要遵守嘛 为什么 这特别告诉我们日期近 所以这是我们 我给你看的这个 你如果看到这里呢 这个是 这个就是巴摩岛 这里 你看这个巴摩岛在这边 这个是现在的土耳其 约翰在这边领受了 整本启示录 然后他写给的教会 就是1234567在这边 这是我们上次看的 这个是巴摩岛 他都要放大给你看 这个 然后我在上个礼拜 就让大家看 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 它是怎么样音乐呢 它好像是一个导航 你知道导航 导航一定要起点 对吗 就还有一个终点 你要导航 所以圣经里面 导航第一章 就是在这里 特别给我们看到的 第一章你会看到 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耶稣就站在教会中间 在教会中间就告诉我们 这个起点 这个起点 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 在2019年 所以2019年已经应验了 这个经 所以你就知道 正在朝向第二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 这样走下去了 你明白那个导航怎么做 对吗 有起点 有重点 你从纽约 要去到佛里达州 你先会经过 纽约西州 然后经过 纽约西州 然后经过 纽约西州 南卡罗奈约西州 这样下去 对吗 到Georgia 然后就到 你最后 你不能一下 就到佛里达州 不会的 除非你坐飞机 第二第三章 就是你会看到 好像一条线 直走的 所以我们容易看 为什么呢 上帝知道 我们可以位与筹谋 我们现在知道哪里 我们下一步到哪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怎样准备 所以第二第三章 去个教会 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看 去个教会 就代表 全世界各地的教会 要被圣灵来洁净 洁净之后 就有复兴 所以你读下去 第四第五章的 这个预言里面 就讲到 世界各地的教会 要复兴 被耶稣 圣灵眺望起来 怎么样呢 准备呢 然后第六章开始 就要看到世界大战 第三世界大战会来的 所以根据我自己的议测 这个不是预言 是预测 我推算 很可能 第三世界大战 就是爆发的时候 就可能我们要进到 这个第六章 在第六章 你看的时候 在那第六章里面 发生的事情 人类的人口 有四分之一 要死亡 换句话说 如果我现在有 八十亿的人口的话 在第六章 应验的时候 有四分之一 二十亿的人口 在那一段时间 会死亡 所以是很可怕 那你要面对这种 那么可怕的 这些事情的 来到之前呢 你必须要有 做好准备 要准备好 会发生的 你没有准备呢 你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你没有准备 你心灵上 很多时候 突发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会很惊慌嘛 但是你有准备 你就不会了 所以这个就是 从第六章 你继续读到 十八章的时候 有很多灾难 那我自己看呢 至少有三到四次 跟第六章 那个灾难 这样可怕的 可能更可怕都有 所以我们不用怕 这个世界 从某一个角度 是好像走下坡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可以在 这个最逆境中 我们怎么样 继续勇敢地走下去 这个就是 这个启示录 给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可以有 有这个看见 所以那些 没有信耶稣的人 在外面的不知道 当可怕 他来的时候 他们就很可怕 就觉得 这件事情 所以 然后十九章就记录 就耶稣要从天降临 所以你读十九章 你会看到 耶稣好像骑着白马 这样从天降下来 然后他要地上 坐王一千年 然后一千年之后呢 有这个审判 审判之后呢 有这个第一支火 不幸的人就要下到 这个地里面 受刑罚 我们新的人就要进去 荣耀的新天新地 这个永远的天家 我们叫天堂 所以这个很清楚 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有导航 我们就不怕 那感谢上帝 我在过去有四年的时间 上帝怜悯我 我有机会去领受 启示录的信息 所以我就领受 我一共讲了 讲了这个启示录 讲了250堂 大概跟启示录有关系的 是很多很多了的 所以我知道 那个方向怎么走 好 那这个是一个 刚才给你一个大纲 我们看到第一章 如果你有时间 你有那个圣经 你可以翻开来看 我想当中 可能我们有好些 可能信主不久 或者刚来教会不久的 可能你对圣经不说 我就慢下来 然后给你来看这些新闻 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 那圣经里面 你一打开的时候 启示录是 你翻到最后一卷书 你的圣经打开的时候 或者你的手机打开的时候 就最后最后一卷书 叫启示录 圣经里面的 最后一卷的书 叫启示录 如果你的hard copy的话 你就翻到最后就对了 你就看第一章 在第一章里面 你看到这个人 这个是使徒耶汉 他大概九十岁的时候 耶稣就在异象中 向他显现 然后就给我们看到 这位耶稣是谁呢 如果我读给你看 这个在启示录的第一章 我读一下 启示录的第一章 我从第十节开始 我读到十六节 这里说 当主日 启示录第一章 第十节开始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 有大声音如 启号说 您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达语 以弗所 四梅拿 别加摩 推亚 推拉 沙迪 非拉铁 非拉 老底加 那七个教会 所以这个是七个教会的名字 我转过来 登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倒脚 胸间束作金带 他的头 以法揭摆 如摆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 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气心 从他口中 突出两嫩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发 大光 所以这是 我依然看到的 所以我 这个 把这些 有关形容耶稣的 这些的 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个耶稣呢 他的 头一法 揭摆 表达圣洁 摆我们就叫圣洁 然后他的 这个眼目如同火焰 好像火将 好像是审判 好像是公益 然后他就是 这个祭司的装扮 这个他的长衣 通常胸间束作金带 就是这个祭司的一个装扮 他的脚好像光明的铜 锻炼光明的铜 就是一个洁净的一个代表 然后这个声音如同种水的声音 那个声音 不是只用吸水这样 那就是好像 你叫他 泼布那个水这样下来 很 很 雄壮 代表到全病 然后他的 这个 拿着七星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七星 代表去个教会 也可以代表着天使 他有这个全病 然后他 口中吐吐 两嫩的利剑 这个剑呢 可以当作保护 这个剑也可以 可以杀害后的审判 然后面貌如同烈日发光 就烈发光 特别 谈到将来 耶稣要审判这个世人 所以这些都是形容 然后我们看 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意思就是说 耶稣要在这些教会 等一下我们看 那个第三章 第二章一节 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他说 行走 在走动 意思就是他在 借着圣灵来 捷径教会 所以 所以这个是 这个 我们看到的 等一下我们会 更详细来看一下 所以 叫捷径的教会 一共有多少间 这里看到的七 那圣经里面的这个七 就是代表所有 他就用七个教会 当时在 这个 现在的 现金的土耳其 看到我给你看那个地图 那个地方 有七个教会 是使徒耶和所牧养的教会 所以 那个七个教会 同时也代表 因为我们现在读的时候 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历史 对吗 如果历史的话 我们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个是一人来的 所以一人将来的教会 这个七个教会 要被圣灵来捷径 所以大概你可以问 这个教会里面 你现在看你现在的本地的教会 是不是很像其中一间教会 你会看到可能 你说哇 还有可能两三间教会的情况 他们都有问题的 这七个教会 基本上 大概有五六个都有问题的 就是要被捷径 然后接下去呢 这等下我们会看 我就给你看这个教会 然后接下去呢 这个是你再读下去的时候 我用这图给你看 看到第四章的时候 第四章的敬拜 敬拜完了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坐在宝座的父上帝 有这个书卷 这个书卷揭开的时候呢 就发生很多这个很可怕的事情了 这个第五章里面看到的金香炉 在那里就众生徒的祷告 祷告之后呢 你会看到第六章的第一印 所以第六章的第一印会开始呢 就是跟基督徒祷告有关的 那你可能会问 哎呀 牧师 你说第六章这么可怕 哎呀 我希望他不要快快来 对吗 对不对 有些人会这样嘛 是吗 你知道那个地方 如果你的级别告诉你 那个地方这么难走 这么多危险 你说 那怎么办 但是问题是 你要抵达的终点呢 一定要经过 这个 你刚才我跟你看 十九章是耶稣从天降临嘛 对吗 耶稣来是 对基督徒来说 是一件最好最好最好的消息来的 但是那个十九章 耶稣从天降临之前 我们要经过很多什么 很多的困难嘛 对吗 对吗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嘛 对吗 你要拿到冠军 你就不能够坐在那边 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就拿到冠军 你说可以吗 你都讲都不可以嘛 所以 同样的 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到 你要到最后 最后那个最荣耀的时刻 你要经过这个艰难 我想这个大家都听 都明白的 一定要经过的 那我们不用怕 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 耶稣帮助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 我给你看的这个 然后接下去呢 你会看到 从第四章开始 有敬拜 然后到第八章也有敬拜 然后第四五章有敬拜 这些都是一些 在解经里面给你看的一些 刺激帮助你罢了 就是从第 我就给你看这个第四章 第五章之后 接下来第六章开这个七印 然后接下去呢 第八章开始 然后接下去有七个号出现 这七号出现呢 就有很多灾难 然后接下去有七个碗 你看到三轮的 很可怕的灾难 一波比一波更艰难 如果你去看 好好的看的话 我只给你看那个 这个路线罢了 然后在过程中间 我们看到 你怎样胜过这些灾难呢 就有很多敬拜 第四章有看到敬拜 然后你看到第八章有敬拜 然后你看到第四五章有敬拜 在这一个 这些灾难来之间 一定有敬拜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的灵命一定要很强壮 每一个阶段 就是你就好像要 我们叫说 就是你好像要加油这样 你这边从纽约开车到佛里达州 你不能一次过 开下去 你的油全部还满满 对吗 你开了这个三分之一的路的时候 你看到又开始加满那个油了 所以那个敬拜有一点像加油 加满油 你就可以继续走 走到一个一段时间 又要停下来加油 再继续加 所以那三次敬拜呢 从第四章第五章到第八章 然后第十五章都有这些敬拜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加油站 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走 走下去 所以这些路都不容易走 你看我这里给你比较看的 从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到十四章 你会看到圣经里面 情拥有很多的灾难 前面的三年半 之后的三年半到十四章等等 接下去呢 我们再看这个 从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另外的灾难到十九章 你就看到开始有敬拜 更多的赞美赞美了 那个时候是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刻了 降下来了 最后呢 这个第二十章 在地上作王 然后有这个审判 然后这个 进入这个二十一章的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了 这个将来的这个最美好的美好 最荣耀的荣耀 就在启示录第二十一二十二章 所以你会看到 过程中就很多的经济困难等等 但是上帝有给我们去加油 加油 告诉我们 每一个阶段 他有给我们一些经文 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能够 我们灵里面就可以刚强 我们灵里面刚强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 继续走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 读启示的那个兴奋感在那边 上帝不会说 哦 你没有游了 开车没有 一直找游乱找 找不到 哦 到底怎么办 没有 上帝就是每一个站都给你加油 所以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个 那个敬拜就是好像每一站 每一站过了一个困难的时候 他又继续跟你加油 加油 加油 这样 所以读启示录非常好处 就是这样 这个是我刚才有简单带过 给你们看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第一章 那第一章的里面呢 我们看的时候呢 刚才我已经读出来给你 就是耶稣站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 金灯台的 你看哦 这个金灯台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代表以色列人 第二个意思是代表教会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如果你回到这个耶稣时代 第一世纪的时候 你问这些以色列人 你的国家你用什么 我们现在有国旗嘛 看到这个国旗 这个你看到 有五十个星 有红白红白 哇 这个是美国国旗对吗 哦 你看得到 当时他们以色列人 他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他们的国旗的 这个代表什么 里面有个金灯台的 就是他们就 金灯台是代表他们的国旗这样的 所以当时的这个约翰 看到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国 已经被灭了 如果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 以色列国在主后七十年 整个圣殿也被毁掉 整个国家就被这个罗马帝国 就是吞灭掉 完全就是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了 所以这个国家 以色列在主后七十年不存在的 突然间耶稣出现的时候 他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约翰 他的国家都灭了 圣殿都没有了 七个金灯台去了哪里 找不到了 不懂去到哪里了 谁拿走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了 意思是没有 突然间耶稣出现 金灯台还在我 意思就是说 当然有意思就是说 将来以色列要复国 因为七个金灯台出现 就是说 我的国家都不见了 怎么还有这个灯台出现呢 意思就是说 耶稣去圣经有一言 将来以色列要立国的 然后另外呢 这个七个金灯台 然后耶稣在第一章二十节 你看一下 第一章二十节 那边解说 耶稣说 这七个金灯台是什么 就是什么 七个教会 看到吗 那我们现在 特别我们信主旧的 我们很快联想 这个金灯台就是教会 没有错 但是 耶稣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 耶稣 这么要替他解释 这个七个金灯台 是代表七个教会 如果他都知道是教会 但是对耶稣来说 他是犹太人 他是以色列人 金灯台是代表我的国家 当时还不是讲教会的 所以耶稣讲的时候 这个金灯台也是教会 后来我们 后来信主在那一图的时候 因为我们太快读进去 就代表教会 没有错 但是你要想 当时的约翰 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 金灯台对他来讲 不是教会 他没有这个概念的 当时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耶稣讲 不好意思 突然就按错了 OK 耶稣就跟他解释 如果他知道 这个金灯台是教会 为什么耶稣要解释 说去个教会 然后如果你是这个 灵粮堂 神明和灵粮堂的会友 你就来到这边 你常常来的 然后你就告诉他 在四十五节几号 你知道吗 那个是一个灵粮堂 那你说什么知道 我就在那边聚会的吗 明白我的意思 就不用解了 对吗 就不用重复跟你讲 那个是灵粮堂 我怎么不知道 我是在那边会友 在那边敬拜的 如果耶稣知道 这个七个金来是教会 耶稣为什么会说 这个七个金来是教会 他就不用解 因为在耶稣脑袋里面 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后来耶稣 原来是代表教会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然后我们看在这里 看下去 你看到耶稣站在他中间 一位人 在耶稣 他就看这样 金堂台中间 一位好像人子 直律到脚 胸肩素坐金带 耶稣就在那里 就告诉约翰 他与以色列人同在 然后他与教会同在 所以现在呢 耶稣已经开始这个工作 第一章已经应愿了 我今天是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会说应愿 在2019年9月29号 这一段经文里面的 议员里面 我看到他已经应愿了 所以 已经应愿的意思 就是这个有起点 这个先应愿的议员 是应该在第一章 对吗 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章 第三章 对吗 就这样子 你不会说 这个议员先应愿第四章 第五章 这样不会 他已经从第一章开始 然后到第二第三章 然后才进入第四第五章 这样慢慢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在第一章 离耶稣要来 这个第十九章 从天降下来那一个 还有十八章要应愿 看到没有 看到 那我们就要去看 圣经里面 讲的议员 跟这个时事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样 对号入座 你怎么样 让这些经文里面 所讲的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 应愿 这个叫做遵守议员 你怎么样遵守 就是你要看到 这个议员的成全 这个叫做遵守议员 所以这下去呢 这个给大家看的 那为什么主耶稣 选择写给七个教会 那当时在罗马帝国 只是这七间教会吗 肯定不是啦 可能有好几百间 在不同地方很多了 那耶稣选这个七间 那因为这个七间 第一也跟这个遗憾有关系的 第二代表 所有的教会 因为圣经这个七这个字 是完全就所有 为什么不是五间 为什么不是六间 为什么不是八间 不是九间 而是七间 这你一定要问 为什么耶稣 而且在这个地方 不只是这个七间八的 可能有二三十间的 小教会在旁边 为什么只有选七个 明白吗 在纽约这样 突然间选出七间教会 纽约有几百间教会 对吗 可能上千都有 为什么七 他只要带出那个信息 然后这个七个教会里面 所有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所有的教会找到 那为什么耶稣 不亲自写给他们呢 那我想 耶稣亲自写给教会 跟耶稣透过约翰 来给教会 很大不一样 因为约翰是那个 教会的牧者来的 他是使徒 所以耶稣是直接 透过他的最亲爱的门徒 就是约翰 然后接下去 你会看到这一个 七个教会 我给你看 就是第二第三章的时候 它就是有一个模式 每一个都有一个模式的 就是每一个教会 耶稣 每一个教会 耶稣都告诉他 他是谁 他先介绍他是谁 然后告诉这个教会 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们怎么样 悔改 如果他们悔改 他们怎么样 得到赏赐 他们不悔改 他们怎么样 得到审判 然后接下去 圣灵就说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不要遵守 就这样 所以这个第二第三章 你会看到 这个七个教会 都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所以我现在读一个教会 给你听 我们读了之后 可能我们就 我的师母 等一下会上来 给你问三两个问题 给你们轻松一下 看看你们刚才 也没有打课睡 他只在那边睡着 没有听 等一下 我会打的时候 我不知道 因为刚才我在睡觉 OK 那这个是其实第一间 第一间教会 耶稣 我要给你看 他的格式是什么 他每一间教会 耶稣讲的东西 都是有一个格式 你都知道的 第一个 你要写信给 以父所教会的使者 这是第一个 然后你看 第二章第八节 你要写信给 四美拿教会的使者 说 你看他一模一样 然后接下去 耶稣就会讲 他就介绍他是谁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 中间行走的说 耶稣是谁 他就介绍了 他是谁 他手里拿着七星 然后这里就开始了 第一个教会 他说 我正在走了 我是谁 我正在走 意思就是说 他正在这个教会走动 他在这个以色列人走动 他正在 简单的说 他带领 耶稣是全副军装 耶稣 刚才我们看第一章里面 你看到一个很 全副军装的耶稣 这样 现在带领了教会 他在七个金灯台 中间行走 你再看下去 你看 你要写信给神 教会自主 那首先 末后的使用 我的说 看到吗 他介绍他是谁 对吗 耶稣每一次都介绍 他是谁 告诉这个教 我是谁 每一次介绍都不一样 然后接下去 你看 接下去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力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人容恶人 看到吗 我知道 所以教会 所有的教会 所有的信徒 耶稣 一百百百百百的知道 你是不能够隐藏的 你说 哎呀 我不要跟耶稣讲 他就不知道 我祷告的时候 哇 我里面一些东西 我是不能给耶稣看的 耶稣说 你给不给我看 我都看到完了 那 如果这样子的话 明白吗 你 你要 你能够躲避吗 我知道 你的行为 然后接下去 另外一件 第二章九节 我知道你的患乱很贫穷 也知道什么什么 你看到没有 一样样的格式 看到吗 回到这里 然后他就告诉他们 要怎么样 他特别提到 他们是已经 起初的爱心离器的 所以你当回想 怎么样怎么样 叫他们要悔改 如果不悔改的话 就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里就讲了 然后看到没有 我知道你的行为 看到没有 这里就告诉他们 那这个教会 算是一个好的教会 所以这里耶稣 没有叫他们去悔改 反而叫他们 继续要坚持 因为他们要 继续受逼迫 他们现在要坚持到底 不能够停留在 只是逼迫里面 这个逼迫更多长呢 可能是接下来的十字 他们要继续坚持 接下去前面这个事 他就讲了 然后圣灵向 圣灵向众教所讲 凡你我的就应当听 你看这个第二件教会 是没拿 圣灵向众教所说的话 凡你我就应当听 看到没有 一模一样 然后得胜的就是说 意思你遵守的话 我必将神的言中 生命树的盒 赐给他吃 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看到没有 你看到吗 两间教会 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是一样的 我只是用这两间教会的模式 来帮你了解 所以这个是第二第三章 所以基本上 七个教会里面呢 比方说 如果你是这一间教会 以父所教会 他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 他们面对教会很多事工 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去做做做做做 但是他们不是处于 对主耶稣的爱 处于对人的爱 而去做 那种做的时候 很多学会就会买厌 对吗 你会看到 大家就在忙忙碌碌 你不知道我这样忙吗 你不知道 有时候你碰到 他就会发脾气 讲很容易 他也很忙碌碌碌 你不知道我 你不知道 你就知道 他已经失去了 起初爱心 所以这个教会 很多教会都进入这种情况 所以我就简单把你 给你看这两个教会 这种情况 所以第二第三章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 大概是面对这些的问题 需要去处理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教会 那我要来了 圣经里面形容 耶稣就好像新郎一样 第十九章的时候 耶稣使用新郎 要从天降下来 我们在地上的教会 好像新娘一样 那现在我们有个婚宴 新郎已经准备整齐好了 新娘是不是要打扮得最美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要很丑陋 去进入那个礼堂结婚吗 不会你一直想 我穿什么鞋 这个鞋能够表现出我的高贵吗 我穿什么这个新娘的衣服 哇哇哇 要打什么装 我这个里面 都要准备得最好 所以教会是一样 耶稣要他的教会呢 就是好像就是圣洁 无有瑕疵的 好 我就停在这里 我的师父上来 他有可能可以 请一个姐妹 帮我等一下 看谁回答 就分一个小礼物 是一个卡片 我是一个一个做的 是关于启示录的 那个祷告文和重点 好 准备啊 第一个问题 启示录第一章 是有出现耶稣是怎样的样子 他的样子跟2000年前 他第一次来的不同的 好 他出现那个样子呢 头与法皆白 头与法皆白是代表 他是怎样的 你举手 举手然后回答 头与法皆白 是代表他是怎样的一种 特点 OK 那边有个姐妹 是 是 请你回答 洁净 对啦 洁净 圣洁 圣洁 就是他是圣洁的 谢谢 OK 第二 当时候耶稣 第一章 那个耶稣是穿着长衣 又戴着那个金带 OK 长衣和戴着金带 代表他是一个什么的身份 OK 好 告诉我 祭司 对 这个很宝贵 祭司表示 他一直站在那边 为我们祷告的 还有他献上他自己来拯救我们 OK 第三 耶稣在七个金灯台那边行走 走来走去 OK 那七个金灯台代表什么 OK 你要举手的 好 那个 七个教会 这是代表耶稣 现在他也是在教会那边 你看不到他 但是他在那边看来看去 看这个教会是怎样的 OK 第四 启示录出现 出现 你准备举手啊 出现什么 出现最多的数目字 出现最多数目字 好像你最快 七啊 对 对 七 七字 你去读啊 很多常常有七的数目字出现的 七十七字啊 大家回去算一下 如果人家不是错了 谁知道跟他讲 叫他给你礼物 你说一下是不是七十七次 他说 OK 第五 第五章那边 说有一个金炉啊 里面是放着香的 OK 那个金炉是那个长老拿着什么 长老拿着那个金炉 里面有香 四活物也拿着那个香 金炉里面有香 那个香是代表 你是不是要举手 终生徒的祷告是 我好像问题还没有讲完 他已经的手要举起来 哦 对 这边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灯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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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六题 三轮的灾难 哇 重复三轮的灾难 在启示录里面 三轮的灾难有点可怕 但是每一个灾难之前呢 都信徒的有做一件事情的 OK 敬拜 对 你要先举手啊 你答的对 但是你要先举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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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 第二第三章呢 是讲七个教会 就是每一个教会 的事情 有什么问题 OK 目的是什么 就是约翰把那个信 去交给那些教会 目的 让他们看了信的时候 希望这些教会 是怎样呢 为什么一直提出 他们的问题 希望这些教会 会怎样呢 不难的 你不要想到很深奥啊 就是告诉你问题 就希望 哪里 OK 好 嗯嗯嗯 是就是要 简单的字 做错了就要 悔改咯 就是做 嗯 对对对 就是要捷径咯 要悔改咯 好 good 感谢主 我想大家都 就是很提神 就是没有睡觉 这些都是比较 自觉的答案 也不是会做太难 我想就是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你们 所以 圣经是 是很有趣的 圣经是 全世界 最长 最常 最喜乐 最荣耀的 联系 很长啊 每一个阶段 都有那个高 就是那个高潮的 就是那个 你会看一戏 你就看到的时候 他就在一个高潮的时候 他就让他停下 然后你就 哇 还有哪一个 哪一个 所以圣经是 我信耶稣 信了 从接触耶稣 到现在 大概36年 但是我信的时候 是 这个35年 我是很努力 读圣经 天天读圣经 天天 我要都背很多经文 很多经文 我都背起来的 圣经有讲 天地要废弃 神的话 是不会废弃的 圣经里面 将来在永恒的 你还有圣经看的 你还可以读圣经的 你的产业 你的汽车 洋房 这些 你银行里面 有多少个 000000 都带不走的 你唯一 你死的时候 能够带走 就是这一本圣经 里面的话 所以你要记得 我就是因为 圣经里面 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说 在马太福音 第13章31节 他说 天地要废弃 我的话 都不能废弃 当时 我突然 天地 我看得见的 都要不存在了 神的话 然后耶稣说 人若赚到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拿什么 换取什么 生命呢 当时 因为我来美国 我要赚 越多越好 对不对 忽然间 耶稣给我这句话 那又怎么样 你这一生中 为了把钱 赚了这么多 最后呢 发现 你还要 很多时候 我就说 你现在 里面的银行的钱 其实有一个医生 跟你联名的 有一天 你要把那个钱 转移给他的 对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做工 四十年后 不小心 中了一个癌症 你没办法了 你要去医 所以那个你存的钱 就是医生已经联名了 就把他穿射过去 给医生 你一百万 为了医你的病 一百万 就把他转移给医生 对吗 你这一生中 花四十年 赚一百万 然后最后医生说 送过来 因为那个我有联名的 我当时的时候 讲这句话 我回想起当时那个时候 耶稣就给我 请问 这一排街 有几十间 你能够赚多少间 这里的钱 这一排街 有四十间的这个房屋 全部都是你的 耶稣说 人若赚的全世界 我现在连这一排街 四十间的那个屋子 我都赚不到 最多赚两间三间 对吗 你一生中 还有多少十几十年 所以神的话 就是好像 一个人 打下来 我说我不要 我不要 我这一生中 我要活得 我要活得很开心 不是那个钱的问题 这很多话 耶稣的话 给我很大的震撼 好 那这一个教会 以夫所教会 还有这一个 我们这里一共 以夫所教会 斯梅娜教会 别加摩教会 退拉退拉教会 沙迪教会 非拉铁非教 老底加教的七间 我给你看的 只是用两间来 做解释 单单我们看 这一个 这个第一个教会的时候 这里我想 我花一点时间 在这里 那这个教会呢 大概 约翰写 这一封信的时候呢 大概这个教会 建立之后的三十年 这个以夫所教会呢 大概在可能 我想 祖后的大概是 五十年左右 这个使徒保罗建立起来的 可能四十年左右 后来到了这个 约翰写这个信的时候 他们已经 这个教会已经是一个 也不算说老教会 可能有三四十年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 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有爱心 非常有热心 那种 他们就做 他们你可以去看 这个教会 很好 但是呢 久而久之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 越做越怎么样呢 就离去了 那个爱心 他有在做吗 教会也继续在做 很多东西 那我简单用一个例子 可能你就会明白 我在神学那个老师 他讲的一个故事 是真实的 是他的女儿的故事 我这个老师的女儿呢 他 很有爱心 然后他就做医生 做医生的时候 他特别是喜欢 在那个emergency room 就是 我什么问题 先到那个emergency room 对吗 有什么紧急的 他就在那个emergency room 在那紧急救这些人 然后之后才送到 他们别的 他就在emergency room里面做 因为他很有爱心 他希望可以救人 任何人进来的时候 他都要救他 用尽各的方法 去救他救起来 有一次他就开车 我看到送进来的是一个什么 酒鬼 这酒鬼呢 就是因为喝酒太多酒了 而且可能这一些 可能就是 我们现在侍奉的对象 就是那流浪汉 流浪汉 我接触的好一些 都是酒鬼来的 他看到他 喝酒 另外喝酒 不小心给车创了嘛 创了也蛮严重一下 他就哇 赶快急救 急救 急救 救起来 他就后来活过来了 没事了 过了几个月后 又看到一个 也是同样的人 也是因为喝醉酒 又给车创 动进来 可能这次没有这样严重了 哇 就看到他也快急救 后来过了几个月后 又再发生 同样的人 又在急救 回来 后来 他这个女儿 就坦白跟我的老师 爸爸讲 爸爸 我现在看到这些人进来 我爸爸 他赶快死掉 因为一直重复这个人 他说 我已经没有爱心了 我看到他 我当然 我不会说 你赶快死掉吧 但是 你问我的话 爸爸 我还是 你看到我在急救 但是我已经麻木了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 从一年前 一年多前 他进到这个 emergency room的时候 那种passion 哇 赶快救救救 救起来 现在过了几次后 他就说 但是他知道 他那里面的那一份爱 已经不再有了 他看到这个人 他可能估计 可能多几个月后 又是他来了 明白吗 对吗 他也没有在做 他还是在做 但是你看过去的时候 他很坦白 说爸爸 我怎么办 我现在 你看到我在救吗 救 但是我其实告诉你 我已经 里面已经麻木了 看到同样的人 同样 我已经没有那个爱心了 失去了 起初那个爱心 就好像你在教会 你一进来的时候 哇 要做什么 做什么 就做 五年后 你也在做 在做 其实 人家可以看出 你的脸孔 你到底是不是 有凭爱心 做爱 是什么 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 失去了 起初的爱心 所以他就说 你要从 你从哪里跌倒呢 你要悔改 行 起初所行的事 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远处挪去 那你们要为这个教会 感谢主 我知道当中 你们可以来到这里 他们也欢迎你来 对吗 我想教会开放门 我想教会应该是开放门的 让所有各界的人都可以进来的 不管你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教会就是开放 对吗 让你可以进来 何况我们教会是能够给你救恩 这个比地上所有的东西更重要 我想我们教会里面 我想你越久的时候 可能你真的会失去 那个起初的爱心 刚进来的可能还很热心 但是我希望那个热心 不要因为 久的时候就越来越 我最祷告 我说主啊 我要越来越爱你 我要越来越 主就给我很大的考验 很多人就问我们 我们特地 我们是从肯达基州 我在那里 为神学院的复兴祷告 在那里 那个小地方 很休闲 很好 很漂亮 哇 你可以常常看到牛啊 看到马 在街上走的时候 人家跟你打招呼 陌生人跟你打招呼 跟你笑的 开车你让我 我让你那种的 跟牛也不用 你只要红绿灯 你不动的话 他下面就 我在那个小地方 住几年 神又帮我带进 这个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2020年去 在Lexington Kentucky 我们神学生 有好几位 我们就 凭信心走进去 这些流浪汉 在街头 在那里 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你知道 疫情的时候 没有人敢去碰这人 他们的卫生是很差的 你在他们中间 你大概会闻到一些味道的 你就知道 他们可能一两个礼拜 没有洗澡 或者更长都没有 我们就走进去 走到那里 在那里我服侍了 我们跟师母 我们在那里 有一年六个月 在那里 18个在那里帮助 后来有一天 上帝就帮我们 说够了 你要从肯达基州来 来到纽约 来服侍这里的流浪汉 要全时间投入 那我们有机会 跟一些人分享 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你们做这些流浪汉的事工 有什么挑战 有什么挑战 他就说 我说挑战很多 也很危险 有一些地方是有危险的 我们就 你都知道了 你在纽约 到处都有流浪汉的 有一些是有危险的 就像上个礼拜 我们去接触那人的时候 那个人就很高大 我看他眼睛 他应该是喝醉酒的 讲话那种很凶杀的那种 站在你层面 好像要跟你打架那种的 我们就保持冷静 因为这些喝醉酒的人 他随时可以一前过来的 我们站在那边 我的朋友说 哇 刚才那个情景 我说我一直为你导致 因为他跟他对话 你听他讲话 好像要打架那种感觉的 无论怎么样 我要讲的就是 挑战是什么 我说挑战 危险也有 也很辛苦 也不容易 每次看到这些人 你就是好像 对他们没有信心那种 一大堆问题 我的挑战是什么 我说 我的挑战就是 我爱他们有多少 我一直提说 我要更爱他们 我一直心灵没着祷告 我要更爱他们 我知道有危险 我还是要去 我知道 你说有危险 干嘛要去 那就是我说 我爱他们够不够 这个就挑战我了 对吗 你要不要爱他们 你说爱他们 不讨厌他们 已经够了 你说爱 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跑过来的时候 你会看他快要走掉 对吗 所以那个爱 那个对人的爱 神给我很大的考验 我要 第一 你服侍这些人 没有回报 这些人一直出钱的 出爱心出钱 什么就出的 他们什么都没有的 再加上呢 上帝带领我去 那一群的人呢 是讲西班牙话的 我 我说上帝 你带去英文讲 我就容易一点 我现在要拿 每次 我现在还在学西班牙语 因为我一定要跟他们沟通 大部分都不会讲英文的 连How are you 他就 你好像讲一个 一个外星人的话 How are you 他就听不懂 我看你最差的英文 都听得懂 对吗 这种 又要付钱 又要付爱心 然后又没有回报 对你要做吗 这个就是考验 我们讲的这个爱心 不容易啊 你叫我选的话 我当然不会选这个了 但是因为爱 耶稣爱嘛 他用无条件来爱我们 耶稣从荣耀的天上 他看到我们这些 在地上的罪人 耶稣说 我不要去那种罪恶的地方 如果耶稣没有来救我的话 我现在在哪里 三个地方你找 第一 就在魂牧 你就找得到我的 第二 不是就在监牢 第三 会在精神病院 我们一次跟他讲的 我如果没有信耶稣呢 这三个地方你去找 肯定找得到我的 如果 比如在魂牧那边 你去找精神病院 没有在精神病院 你去找监医 一定在监医里面 我就这样 因为信了耶稣 就完全不一样了 感谢主 所以给大家一个考验 这个以福所教会 当然还有其他教会 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 这个教会 这个是一个要继续受苦的教会 所以你说 哎呀 主啊 我已经很苦了 他说要苦上加苦 这个还不够 你看到吗 他说 你们将要受的苦 不用怕 他先依告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受苦了 他说 你不要继续 为了受苦 而而就埋怨也好 或者远离我也好 他说你要怎么样 忠心 至死要忠心到底 这个是这个教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慢慢来看 这些 如果你刚信耶稣 可能你 可能抓不到我要讲的 你信耶稣久了 就可能你会抓 因为我又想当中 可能有一些信主很久的 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这七个金灯台 包括就是教会的传道人 也包括天使的 结束会拆检天使来执行任务的 七就代表所有的教会 中间行走 表达耶稣在带领 在洁净 在牧养教会 然后第一呢 要教会合一 OK 现在 如果你看 新列书信 新列书信通常是 写给一间教会 对吗 对不对 书信 就是好像 这个 加拉太书 就写给加拉太教会 对吗 这个 菲利比书 就写给菲利比教会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贴萨罗尼加 书就贴萨罗尼加教会 对吗 通常书信里面呢 都是写给一间教会 在这里呢 启示录 其实也是书信来的 但是这个书信特别长 比一般的书信长 它是用书信的格式写的 所以你就看 它有问安 它有随时写信人 问安 然后接下来就内容 等等 奇怪在这个书信里面呢 本来是一个教会 但是却发现呢 还有另外六天教会 那我要慢慢给你 去思考一个问 这个我不知道你会听得懂 不过我还是尽量解释 现在比方说 我是以福所教会的 信徒 我看了启示录 我们是去洗漱的爱心 我们要悔改 OK 我们要悔改 如果没有悔改的话 主要帮我们挪去 悔改 我又怎么样 可以怎么领受神的祝福 那我就尽量做 我是以福所教会 但是接下来呢 从第二间教会 你看有一共有几间教会 是没呢 别叫摩特 推到沙特 沙特 沙特 老底下 我还要知道 他们六间教会的问题 那你慢慢听得懂 我在讲什么 他现在耶稣 因为他们以福所教会 收到这一本启示录的话 里面还有包括六间教会 对吗 六间教会的情况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就好像现在你在家里面 你收到来自 生命和灵粮堂 Flushing这个分会的消息 你不单收到消息 你发现那个信里面 还有六间教会的消息 也放在里面 也蛮长的 那就奇怪 你说林牧师 你这么把另外六间教会的消息 写在里面 你要我们 那如果跟你没有关系 他如果林牧师的用意 不是要让你知道另外六间 比方说 另外不同区域的生命和灵粮堂 别的地方 在纽约西 在Long Island 在Stand Island 或者在里面 另外六间的 也是生命和 放在里面 那如果你们教会的牧师 没有这种意念 希望你可以知道 六间教会的情况 同时也为他们祷告 请问他放在里面做什么 你听到懂我的意思 因为多余的嘛 林牧师 或者是教会的领袖 如果你给我们 我们这个堂会发了醒的 这个问题就好了嘛 我们什么事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要知道其他六间呢 对吗 OK 所以你就慢慢明白 这个教会呢 它为什么 要让每一间教会 知道六间教会的问题 这个慢慢带出 我们不是一间教会 我们每一间教会 就是耶稣的教会 就是我们一体的 圣经就说 耶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 然后圣经里面讲说 身体只有一个 所以全世界的 无论什么教会 使得是信耶稣的 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 那我给你看这里 你也不要奇怪 全世界有多少宗派 哇 你说 生命和灵良堂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宗派 就一个很大的组织 很多不同名字 其实全世界 有四万个宗派 基督教里面 有四万个 这么多啊 是啊 很多教会 建起来 都是他们 不同被背景情况 命名的 那他要带出的 这个在这里 要很清楚的说 我们要 疲持守望 所以上帝现在 给我们这个呼召 我跟我的师母 2019年 从马来西亚 我在马来西亚 有师奉 我是神学院的老师 我们放下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 我们来了美国 然后上帝给我的工作 就是你要 到教会去 然后他没有说 是华人教会 是西班牙教会 是英文教会 是黑人教会 什么叫 他说你要去教会 所以现在 我的师奉对象 就是所有的人 所以我可以到哪里去 我现在去 去西班牙教会 去什么教会 为什么我会去他们 因为他是我的弟兄 他是我的姐 我现在的是国度观念 不是地方性的观念 真的教会要我帮的 因为我是宣教师 我在一个地方 可能三个月半年 一年我就走了 通常会到别的地方的 所以我们就 尽量去 不同的群体里面 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师奉的对象 很多是讲英文的 我是用英文 跟他们讲 不是用中文的 多数是英文的 现在又开始 学习西班牙 华语我会讲 有需要我就去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 你是哪一个教会 我说只要你是教会 神念我去 我就去了 管你是什么黑白黄 什么黄 我不管 因为我观念里面 只有一个教会 一个身体 所以我希望我们 真正有这种 这个观念 我们要突破 那个只是地方性的教会 所以要开始 所以有时候会鼓励 你不要单单 只是注意灵凉堂 神明和在天 你就问 在我这边 大概可能 两三公里的 教会里面 上帝祷告 把他们的问题 给我知道 我要知道 我要知道他的问题 不是要去批评他 我之所以知道教会 有这个问题 有那个问题 不是要你去批评他 而是要你去 为他的问题 来向上帝祈求祷告 明白吗 你把它 所以我去哪里 当然每个教会 都有问题 但是我去 我知道 所以我在我的祷告里面 我的祷告是为 全世界的很多基督徒祷告的 我的祷告的内容里面 很多牧师 可能我都没有见过他 我看过他的名字 圣灵就感动 你要为他祷告 所以我就跟他 为他祷告好几年了 我不认识他 我没有跟他有交情 那圣灵说 你要为那个 某某牧师祷告 我就放在我的祷告里面 我就提名 然后有时候注意他的 那个消息 然后他教会 那感谢主 好一些呢 我祷告的 神都看到应愿 有一些在土耳其 牧师 做宣教 特别被抓 被关在监牢里面 我看到他的名字 我就开始为他祷告 神释放他 后来一年多后 就离开监狱了 我没有见过他 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的 上帝就给我 我们要 就是 我们是信耶稣的人 我们就是一家的 所以 启示录就是要 教会全世界呢 再不要分疲齿那种 有着更多的联系 所以这一次 这个疫情 对吗 你注意到 这次三年疫情里面 我们很容易就 网络联络 所以我现在很认识 好一些的朋友呢 就是在网络认识的 然后听 有时候讲起话来 好像认识很久的 那种 根本没有见过面的人 可以在不同国家 都可以 好像一见无故那一种 突然间 我觉得好像是 跟你好像很久的朋友 其实我们其实 第一次见面 所以上帝已经开始 透过这个疫情呢 在这个线上 大家连线 全世界可以连线起来 所以感谢主 所以这个是 疫情所带来的 教会的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 连线到很多 全世界的这个教会 所以要大家 这个教会里面呢 我们要守望 我们真正彼此相爱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叫做家 家的家庭小组的 牧养模式 所以如果大家还回想起 这三年的疫情里面 常常要在 这样的实体机会 是少之又少嘛 对吗 多数都是在家里面 聚会小 所以其实呢 如果你看启示录 第六章的时候 你就回去看 现在还没有 可能我们要到 下一次 不下一次 再最后一次 这个月底的时候 再看可能第六章 第七章给你们看 明天下个礼拜 我再看第四第五章 让你可以更多准备 那你注意 这个家 疫情的时候 能不能尸体 不能吗 你看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 有战争 有疫情 有饥荒 等等对很多灾难 有教会逼迫 那个政府越来越逼迫教会 请问 大型的聚会可以吗 不能的 如果有战争的话 请问你可以到你的教会 敬拜 特别你教会是很大 一两千人做的 你要等那个炸弹 炸到你的教会来 他们这样多人聚会 敌人都总是会攻击那些 他要打你的国家的话 他就总是会乱杀无辜的 对不对 他也不管的 你去问乌克兰 过去这一年多个俄罗三争 他们敢公开在这种聚会吗 不敢 怎么躲在哪里 Basement 对吗 聚会 对啊 去年我们都在Basement 躲在一个地方 有地方聚会 他们不敢 礼拜天要聚会 但是不能去那个礼拜堂 怎么住 那你地方不能挤了太多人 十个八个二十个都很多了 所以这个是已经 上帝已经通过疫情 已经告诉教会 要开始事件 这种小组牧养的模式 这样的话 真正每个小组长 都是好像小牧者一样 能够去带领他们 带那个地方 可以一起聚聚等等 这些呢 其实上帝通过疫情 已经慢慢跟神讲了 那这个呢 我刚才有跟大家简单 之前讲的是 就是整个 这个第二第三章的格式 所以 所以我就 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下一次呢 我会再 还有一些还有几章 我要讲完 然后我会再给你们 更详细看 这个第四第五章 那个就 那个教会的复兴 是什么情况 因为 第六章 我们在最后一个礼拜 讲的时候 讲那个灾难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去准备 所以我希望 这四堂里面 可以至少给你们 至少在未来这几年里面 有一种的方向 是怎么走的 感谢主 好 那今天要背的经文 OK 就是第三章 第二十节 我的师母上来用 一两分钟 跟你解释一下 这一节 是什么意思 好 因为背经文呢 你要明白它的意思呢 背的时候才有意思 三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 三章二十节 如果你有圣经 或者你的手机 有圣经三章二十节 看啊 我站在门外靠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哪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 再来一次 看啊 我站在门外靠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哪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句话呢 是耶稣说的 所以耶稣 他站在你的心门外 靠门 若有听见 就听到耶稣的声音 开门的 他就要进到你哪里去 与你一同坐席 一同吃饭 一同谈话 OK 这个是对基督徒 你听清楚啊 不是那个人 还没有信耶稣 是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 有时候你没有开门的 你做你的事 耶稣一直说 你让我帮你啦 你听我的话啦 但是你没有开门给他的 就是你说你信了耶稣 所以这个呢 是耶稣站在你的心门外 如果你开门的话 他跟你一起吃饭 坐席者一起吃饭 他会做你的好朋友 去帮助你的 OK 所以这一节经文 背诵 好 好 我们一同站立 我做结束祷告 之后你们就要分小组去背了 对吗 OK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谢谢主 天父上帝 你的爱是何等 何等的残阔高深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远离你 我们活在罪中 我们受罪的捆绑 我们不能自拔 我们将来可要面对 这个第一可怕的审判 然而天父 你应做你的大怜悯 你差遣耶稣 从荣耀的天上 来到这个地上 来寻找我们 是的 不是我们寻找你 乃是你寻找我们 你透过 特别在这里 透过这个教会 能够开放我们在这里 一起来可以认识耶稣 我们就恳求你 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 我们真的是 好像我们背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要让耶稣 做我们的主 我们不是让耶稣 在门外 我们要是让耶稣 在我们的客厅里面 与我们一起坐席 我们围坐在这里的 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或者已经信主很久的 或者可能还没有信主的 主啊 我们就求你的灵 在我们中间 行奇妙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是在 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们珍惜 每一次来在这里的聚会 每一次接受训练的时候 我们巴不得 我们抓住 每一个时刻 认识你的机会 感谢主 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奉主耶稣基督 至高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主